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节 经折 节节虫桃花式身 大位于口若悬河 淮河岸边 一棵桃树挺立着粗壮的腰身 节节虫觉得它高大强壮可以依靠 树下的土地堆积着长年的枯叶和枯叶腐化的土 让节节虫感到松软而温暖 所以它觉得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的家园 就在树下垒住了一个新家 好壮观啊 真羡慕天上飞的那些鸟 它们不但能够飞得高 而且能够看得远 另外它们都是成绩结队的 这是我吗 是我吗 这是我 原来我长得一点都不搞价了 谁给你姐姐的没有哥哥也不大气 怪不得那个叫大鲁鱼不喜欢我 美丽的东西都是高高在上的 像我从来只能复生在地 这是一种寒波未放的花 无限的娇容 为什么不给它生开的机会 风啊 你是我生命的创造者 又是桃花的摧残者 为什么 难道这是上天给我的暗示 用这个寒波欲放的桃花来告诉我 外表对美是没有生命力的 对 一定是这样 好吧 我不纠结于外表了 那么就让我把内心变得更美吧 大鲁鱼 你在附近吗 在的话就给我听着 今天是金哲 我不仅是来抱节气 还要给你上上课 大鲁鱼 你还配当鱼吗 鱼类可是咱起追动物的祖先 你怎么没有一点保护后代的胸怀和责任啊 你看看姐姐虫多可爱 她人生的目标就是增长见识 你难道要把一个有理想的孩子落沙在摇篮里 姐姐虫知道什么叫坚持 即使你那样吓唬她瞧不起她 她都没有离开 而是在岸边默默等待着一个朋友 从自负自大中醒来 我又中枪了 被桃花打中说明我有好运了 金鸟 你别生气 我能不生气吗 你都想当柜子手了 在这个美好和谐的世界里 你居然还有这种疯狂残酷的想法 我只是说说而已 不会真的把它吃掉的 金鸟 我能说话吗 当然能 生存者都有说话的权利 首先我感谢风 感谢雨 提字 提字 我感谢天上的朋友金鸟 你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导师和引路人 第三 我感谢河里的朋友大鲁鱼 很冒昧 可能大鲁鱼还不愿认我做朋友 可是我早已经把你看做朋友了 因为十几天来 岸上水里只有我们两个 我们都知道彼此的存在 是吧 对 你们俩这十几天里 都在默默地观察着对方 熟悉着对方 现在应该在承认相互存在的基础上 再给对方一个惊喜 这样也就不辜负金哲这个节气了 好样的 杰鸟虫 真的要刮目相看呢 你瞧瞧 大鲁鱼 作为大叔级的动物 你的觉悟还不如杰鸟虫 是有点惭愧哦 还真是不能小看了这条小虫 做的话还很上层次啊 不要怕 节节虫 这是春雷 今成这一天就要打雷 为的是惊醒冬眠在地下的小动物们 快不得我的头脑给震了一下呢 现在是既清醒又灵活 难道是经成这个节气 为我的生命助力 是的 你现在有三些身体了 不过仍然还是小虫 既然我是节节虫 肯定是个小虫子了 刚才那个春雷叫醒的 不仅是地下的小虫 而且还有大虫 还有植物 大虫 你有多大 大虫有多大 你以后会见识到的 有些大虫很凶猛 还是要堵开它们美好 不怕 有你在 我什么都不怕 在最危急的时刻 还不是你救了我 好孩子 以后的路是要你自己走 这个世界很大 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要分清善恶 要保护自己 我记住了 鸡娘 其实这个世界真的很美 绝大多数的动物植物 都会是你朋友 只要你怀着一颗美好的心 对待它们 收获的肯定是美好 来到这个世界的我 就是为了长见识 我肯定会善待我所见到的一切 哎呀 这个春雷打得响 也打得好 让我惊醒了 鸡鸟 我正式向姐姐虫道歉 我不应该看不起虫子 我不应该自高自大 大鸡鱼 你有什么好自高自大的 要说真正的高和大 还是我们鸟类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不起其他动物 鸡鸟 我不是有意要跟你争执 红狐和燕雀哪个志向大 哪个是你同类 还需要我提醒吗 什么是红狐 红狐就是天鹅 虽说红狐不是我们鸟类 但是志向高远的缘由就在于 它能够飞 哎 大鸟鱼 你是向姐姐虫道歉的 还是要跟我争论的 我是来道歉的 我没有觉悟 我没有修养 我没有见识 我没有 大鸟鱼 别给自己戴这么多高帽子好不好 你的头 最多只能戴一顶帽子 还要往下滑 这顶帽子就是口若玄河 好好好 我接受 我待在河里 当然口若玄河了 姐姐虫 接受大鸟鱼的道歉吧 你是风的孩子 他是水的孩子 你们风水一家亲 金蝶岛 金蝶岛 金蝶宝 究竟春不开始了 天阳天不显好 多祝世界要清朗 小朋友们 金蝶节气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每年三月五日或六日 天会变暖 快打雷了 打雷时 不要再大座顶下地狱 不要打电话 要关好门戳 小朋友 小朋友 什 пом太惊论了 那些事情 都给大家看一下 超差的 小朋友 快打雷了 小朋友 加转 小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